我们现在来看11月号的 观光旅游入而到这个文章的49页 秀朱的部分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秀朱有关的文章 先念第一句 秀朱王国と言われる鹿兽島には 113の蔵元 2000を超える秀朱の銘柄があります 先留意到这个 秀朱王国 秀朱王国到底是什么意思 一个日本的说法 某某王国意思是 在一个范围里面 在一个区域或者是范围 一个 一个淋浴里 某一个东西是非常著名的 或者是有很多厉害的某个东西的时候 就会用到 那例如说这个秀朱王国 让你想到的是什么呢 秀朱王国听起来是 露儿岛 到处都有 到处都有一个烧酒的 那个生产的 长山呀工产等等的意思 所以这个是秀朱王国 那其他的例子好了 如果是某一个球队 棒球好了 我喜欢棒球 一个棒球队里面呢 有非常厉害的投手 不只是一个 就是很多厉害的投手 那这个球队怎么样被形容呢 就是 投手 也有这样的说法 意思是在这个球队里面 都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投手 是这样的感觉 好 那再来我们看看下一个要点 中でも 这边也有出现一个烧酒的种类 因为烧酒是看用什么原料 就是什么名字 例如 就是用地瓜做的 还有就是用黑炭做的 那这个这个词 看前面加什么名字 有时念法变成 就是 对吧 对吧 还有其他呢 例如用小麦做的 就是 小麦嘛 应该是大麦做的 还有嘛 用米做的 就是 米做的 对 还有什么嘛 还有很多 例如炒麦做的 就是 也有这样的 所以呢 如果你喜欢 那这些烧酒的话呢 你可以在日本的 那个卖酒的店 可以研究看看 那再来呢 什么什么 我代表する 鹿児島 我代表する 代表什么的 的意思哦 所以这个也是可以马上用到 例如说 日本我代表する 什么什么 就是代表日本的 那如果你要介绍 台湾的东西 也可以呀 那 某某东西 これは台湾を代表する 果物です 台湾を代表する 果物 你有想到什么呢 可能是 芒果好了 芒果は台湾を代表する 果物です 可以用这样子的 句子来 说明某一件事情 那再来 製造工程を見学したり 吸引したりできる 蔵元も少なくないので お酒が好きな方は 旅のルートに 組み込むと 良いでしょう 那这个部分 見学したり 吸引したり できる 这个是所谓的 タリ タリ する 的文法 所以呢 在某一个地方 你可以做这个 也可以做这个 的意思 在一个工程里面 你可以建学 也可以 是 是 喝 で する 原本的 这个文法用法 就是 タリタリ する 对吗 但是 为什么 改成 できる 因为 できる 是 する的 可能性 所以呢 できる 就表示说 你可以做这个 也可以做这个 的意思 可能性 就是表示 可以怎么样 OK 好 那以上就是 在这个 收取文章里面 可以留意到的 一些文法 就好了 溜柔 就好了 小牧 杝朗 杂 杂 杂 感谢观看